市长郭台铭今天带着大儿子郭守正到三峡的家族墓园爱物园 去纪念前期林淑儒的名诞 那么谈到了台湾最近发行的宝岛债 郭董不以为意 那么他说其实政府有多的资金 应该是应该要多用在刀口上 而在产业的经济谈到了鸿海 郭董讲包括在美国大陆的投资都已经开花结果 明年将会是成长非常快速的一年 最近就发行的叫宝岛债 我个人是相当对这个相当的不以为然 谈到政府发行的宝岛债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有话要说 戴着白帽子搭建红外套 和长子郭守正到三峡家族墓园爱物园 纪念追思前期林淑儒如名诞 郭台铭说他不反对宝岛债 但台湾的资金要用在对的事情上 搞不好我们盖面板 我也要去借宝岛债的 为什么 因为宝岛债比我群状借的还要更便宜 应该把钱用在刀口上 应该把钱用在最有效力的事情 尤其是应该把钱用在 这是全老百姓的钱 应该把钱用在对台湾 结构转型技术升级 最重要的结构源上 拼经纪郭董说政府要用对地方 台湾不见得要以多少个邦交国作为依据 应该要以主要经济往来国家为活动对象 台湾为什么一定要以多少的邦交国 作为他努力的对象 做邦交不是去那边跟人家比几个福地挺深的 就是邦交 我的八瓶一网云 很多的产品可能就会在美国做 美国当地的你看教育市场 如果他们教育市场云端很发达 他们可以很快的全部所有的教育 都用这个大的电视墙 那那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市场 展望在美国的投资 郭台铭说四千万美元只是第一步 未来规模还要达到十倍 再加上中国大陆产能相对过剩 以八点五代面板厂为例 他预估到2016年将是大陆内需市场的四倍 我们不怕人家抢订单 我们有充足的银单 我们有充足的技术 比我们的团队很坚昂的士气 我们认为2014年绝对是我们公司 成长会成长更快的一年 展望明年 郭台铭强调将是集团成长最快的一年 力拼全方位发展要再创高峰 三星宇宇宙五丁师班 调报道 三星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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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